大家好,我是B圈老韭菜,今天给大家讲一期视频是把我个人亲身经理的血一般的惨痛的教训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警戒 我翻了一个大车,这个车翻在哪里呢?翻在了LP mining,就是liquidity pool mining,或者说是流动性挖矿商 我个人认为,目前请大家远离LP mining,即使有再好的yield,有很多都是骗局,特别是在BSC上 什么是BSC呢?是Binance Smart Chain 是币安造长盆,对吧?Binance Manchin是币安,差不多是上个礼拜吧,一个多一周,大概两周吧,一周多两周不到,搞得一个自己的一个区块链,说白了它是一个以太坊的克隆 就是基本上机制是跟以太坊是一样的,然后所以说以太坊上面你写的Smart Contract,当然也可以部署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 但是呢,它做了一个对接,它的Token叫做BAP20,我们知道在以太坊上我们叫做ERC20 然后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面,它们叫做BAP20 它们也有一个类似于以太坊的一个东西,它们也有一个类似于以太坊的,叫做BSC Scan,Binance Smart Chain Scan,类似于Ether Scan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Token,譬如说是BnB 它这边它都叫做RAP的BnB,是以BAP20为引导的,对不对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在咳嗽,昨天又没睡好 我会把故事慢慢讲给大家听,大家到最后,希望听到最后能够了解到整个故事发生了什么 那我先帮大家讲一下Binance Smart Chain,对吧,Binance Smart Chain,简单理解,就是以太坊克隆,是Bn的以太坊克隆 然后呢,它可以,它可以部署以太坊上面的所有的Smart Contract,无缝可以部署上去 因为它机制都是一样的,我们也知道以太坊这些东西是供链嘛,它的code都是开源的 所以对它,对Binance来说,部署一样这个东西,然后自己搞几个节点,来运行这个Binance Smart Chain,问题不大 但是它做的有生态呢,就是它能够想办法把BnB,把以太坊上面的BnB 转到Binance Smart Chain上面的BnB,就变成RAP的BnB 怎么转呢,我们以后我写,我再说一个教程吧,因为今天不是讲,重要讲Binance Smart Chain,但这些基础知识大家要理解 好,那昨天Binance Smart Chain上面呢,Binance Smart Chain之前就出了一个Burger Swap,我没有参与,因为我知道的时候晚了 就类似于Uniswap的东西,它叫做Burger Swap,但昨天呢,我在某个群和某个YouTube上,听到有人介绍一个叫做Bakery发明 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BSE上面的第二个发明下面,叫做Bakery发明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Bakery发明,我看到现在我是在BSE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在这边是Binance Smart Chain,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然后我在,应该是在 我这里面配了一个Binance Smart Chain,这是它的配置方法,我以后也会介绍给大家 怎么用Metamask去连接Binance Smart Chain,我们今天先不讲,就昨天晚上呢,出了一个叫做Bakery Swap,是昨天晚上 北京十二点,呃,北京时间凌晨十二点,就是零点吧,零点开局 那我是在等这个项目,我也听到群里面很多人说他们要等这个项目,因为当初的Yield是达到六万 YPY达到六万,很夸张的Yield 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面呢,是以BNB为标的的 虽然这边是ETH标志,但其实它标的物是BNB 就是BNB变成了主币,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反正就是在以太坊上面呢 以太,对吧,就是主币 它以太对标任何币,然后在Binance Smart Chain呢,BNB就变成了主币 当然这个BNB是BAP20的BNB 和ERC20的BNB呢,要互相转移一下 Anyway,故事就发生了 这个Bakery发明,我简单介绍一下啊 它有一个exchange,对吧,因为 这些exchange你可以看上和Uniswap都非常像 其实都是Uniswap的smart contract拿过来部署一下,然后改一改 Logo啊,改改色调啊,改一些这个东西 对吧,嗯,然后它可以发明,对吧 ERM BAK,我现在已经撤出了 我之前是进的是这个,这个是BAK和BNP的配 它叫做Bakery Liquidity Pool, BLP,对吧 大家可以看,现在是2000多 昨天是6万多 最高是6万,一开始是6万,现在跌到2000多 然后还有BSK,主要就这两个功能 一个是换币,对吧,币买卖,exchange 一个是yield farming 那我们再看 好,就昨天我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叫做impermanent loss 就是非永久性消失吧 这个有点难理解 就大概是这样的 因为在,在这个swap里面呢 你去质押的时候呢 你必须释放50%的BNP,或者是50%的BAK 放到这个B,这个这个池子里面 它保,保证这个流动性的平衡 对吧,一半是BNP,一半是BAK 但是当有人 有那个大户,对吧 或者是金鱼 它不断的把BAK套现 就会把池子里面的BNP卖光 就池子里面的BNP变得越来越少 比如说 比如说 写字 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有1000个BNP 或1000 对应价值的BAK 比如说是5000个BAK BAKER 那也就是说 一个BNP可以买5个BAKER 对吧,就是它的价值 它要相同的价值放在这个铺里 那有很多人会放起来 会拿出 但是当有一个人 他挖出了很多的BAKERY之后 那他会把这个BAKERY去卖掉 他BAKERY如果卖掉了900个BNP的话 那就是说在池子里面 如果没有人加新的池子里面 那在池子里面就100个BNP 对不对 那900个BAKERY的话是 900个BNP就4500个 池子里面就多了9500个BAKERY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BAKERY的价值不变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他一卖的时候 这个BAKERY的价值是暴跌了 本来是1比5的 对不对 本来是1个BNP是放5个 那可能他一卖的时候 就我就不算 可能变成1比2是 对不对 那整个池子的话就对于骤降 因为BAKERY不值钱了 虽然他现在是平衡的 但是他已经不值钱了 除非有更多的人 把BNP放进 放入 BNP和BAKERY的队 放入这个LP里面 这个才会返回到原来的平衡 要不然这个池子里面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BAKERY 越来越少的BNP 因为我们知道BNP是相对稳定的 对不对 它是有价值 现在是差不多30美道 那BAKERY这个是 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 是一个垃圾币 或者是诈骗币吧 说难听脸对不对 它可以无限发行 大家是可以没有成本去挖的 对不对 只要在这里面就可以 到里面EARN BAK 就可以无限去挖 那昨天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这个就叫impermanent loss 最后我分享些个人心得 就昨天 9月15号 今天早上凌晨 对吧 0点 就昨天晚上12点 今天凌晨0点 北京时间 那我失败了 这个挖矿呢 是在BNP SMASHING上 Bake Clovis Farming 对吧 前面都讲了 这是它的网站链接 也就是这个的网址 好 我先说一下结果啊 我进去的时候是放进去的150个BNP 150个BNP 也就是75个BNP 对吧 买了 买了Bakery 然后75个BNP 一半一半嘛 75个BNP你要买了Bakery 然后再放75个BNP 放进这个池子里面 当初差不多是30块一个 那差不多就是4500块美金 我放进去4500块美金 然后呢 当我出来的时候呢 出来的时候呢 我只出来了100个 100个BNP 在短短的两个小时 我是凌晨 今天早上凌晨0点进去的 就是它开盘的时间 第一时间进去的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 差不多是在两点钟 就是凌晨两点不到一点的时间 就是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我出来 竟然亏了50个BNP 差不多亏了1500块美金 对吧 30块一个的话就差不多1500块 那 那 那这个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 当我出来的时候 呃 其实左边75个BNP 我是不断的 在 在take profit 就是挖到了就卖掉 挖到了就卖掉 挖到了就卖掉 其实在左边这个呢 还是比较平衡的 我大概一共拿出来了 呃 大概6060个是有的 左边这个 但是另外 右边75个BNP呢 是我拿liquid pool 拿出来的时候 拿出来的时候 就会发生 把这个liquid pool 卖掉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75个BNP拿出来 我之前知道什么是impermanent loss 但是我没有考虑到是这么凶残 当我拿出来的时候 这75个BNP 我只是拿出来了 30个 就是我莫名其妙的损失了45个BNP 在这边我就拿出了三十几个 三十二个也不要 三十几个 我不记得 然后这边我大概拿出来了 六十七八个或者七十个 因为我无端把bakery卖掉了 对就我在 这个故事是这样 我是零点进场 对不对 就零点进场 那个时候一个BNP 等于我进场的时候是四个 四个 四个baker 对吧 然后到十五分的时候 那时候 一个BNP 涨到了三个倍 到二十分的时候 一个BNP 涨到了两个倍 那我那个时候 第一波cashout的时候 就我把挖到的 挖到的bake卖掉 我拿了差不多二十多个 二十多个 二十加个BNP 那我那个时候觉得 哇 二十加的BNP是多少 三十块美金一个 就是六十刀 六百刀是吗 对六百刀 六百刀 我等于是 拿了六百刀 在多少钱 二十分钟之内 我赚六百刀 对吧 六百美金 我那时候 每滴滴的每呆了 对不对 这二十分钟我就赚六百刀 那那那一开始 yield是非常高的 然后之后就有很多人在加入 然后 开始每过十分钟 就开始跌了 到了三个倍 然后到0.40的时候 一个BNP 就变成四个BNP 基本上就这个节奏 因为 加入的人 越来越多 但是套现的人更多 所以它的BNP就不值钱 那就是像我每次 把BNP挖出来之后 去换成 BNP 对不对 那它的BNP就越来越不值钱 一直到一小时 五十分钟 我出去的时候 一个BNP差不多等于二十个倍 那当我出去的时候 我的左边 因为这边我一直在套现 我是不是在不停的套现 因为我也是老韭菜老司机了 这个套路我很清楚 我是实时盯盘的 我知道 这个就要快进快出的 你不能过夜的 你过夜你的本金可能全部抹掉的 我是非常谨慎的 但是没想到 一个小时五十分之后 等我全部拿出来的时候 我右边只拿出了三十二个 就说明什么 大户疯狂的套现完了之后 把池子里面的BNP已经耗干了 我拿出来差不多是拿出一百个B 就是尽亏五十个BNP 这是我EU发明第一次返车 我参加过三四个EU发明 这是第一个第一次返车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 一个 一个BNP 能够换一百七十七个BIG 我昨天套现的时候 是一个换二十 现在是一比一百七十七 你想如果 很多 散户对吧 很多韭菜进去 你睡一觉 今天早上出来卖 你肯定是 估计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的钱亏掉 我是亏了多少 一百五十亏五十 亏了百分之三十 对吧 30% 但你睡一觉 你一开始还在做美梦 对不对 你睡一觉我估计90%亏掉 百分之九十亏掉 那我们做一下总结 我个人我自认为是 什么EU发明 或者LP发明 对吧 Liquip Pro发明的老板 实际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过于盲目自行 没想到这次翻车 因为我之前参加了SUSHI 那个时候我是比较谨慎的 我是三四个ETH进去 大概赚了一到两个ETH出来 我是赚到钱的 第一个我参加了SUSHI 第二个我参加了Kimuji Kimuji我是稍微大胆 我是五个ETH进去 出来的话我大概赚了两到三个ETH 我也是赚钱 虽然赚不多 第三个我进了一个叫做Sashimi Sashimi的EU EU发明 LP LP mining 这个Sashimi 这个是ELF的一个项目组做的 这个我是进了10个ETH 出来是17个ETH 就赚了7个ETH 对吧 我三次差不多赚了10个ETH左右 就前三次都是成功的 第四次我进了BSE Binance Smart Chain 去做EU发明 这次我的资金比较大 进去150个BNB 4500到 差不多是15个ETH 这次我进了15个ETH 出来亏了5个ETH 对不对 那总的来说我还赚了大概两三个ETH吧 那这次我为什么会赚呢 第一 就是我自信 我觉得我是LP发明的老法师 而且这个是头炮 我是第一时间进去的 前几次我都不是第一时间 对吧 因为这个消息 我们这种普通人没有 没有头号消息的 没有顶部消息的 我是密切关注看到 这个项目好像火了 我再进去的 这个是我第一时间进去的 我很有自信能够赚钱 第二 我个人认为BSC就是以太坊的克隆 对不对 除了他的gas fee第一点 因为用的人少了 他的gas fee比较低之外 其他没什么区别 其实我发现BSC和以太坊 那主链底层结构是不同 但是玩的人是有很大不同的 BSC上面玩的人 就是他们这帮人就是腾娘的来割你的 对 就是那些大户来割你们韭菜 而且玩的人也少 可能只有以太坊的十分之一 甚至二十分之一 而这群人恰恰是经过训练的一群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五十分钟之内 BNB就被耗干了 这可能是项目方或者怎么样 反正我不知道 肯定是有一部分人 他利用BSC来割你 所以说在BSC上玩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我发现 因为后面我估计类似于什么bakery farming等等等等 还会出现 这些人还会进场 我估计他们是在四十分钟之内 或者在三十分钟之内套现走人 这是我个人理解 他们可能 他们买的时候是一比四 然后在四十分钟之内套现走人 如果你要做这个操作 你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是盲目自信了 盲目觉得自己都玩过了 对不对 都差不多 其实差这么一点点 我没有分析到玩BSC的人 进来的这群人和ETH上的人 ETH受众很广 有很多的散户 他会进来 但BSC上散户其实很少的 因为BSC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对不对 比相对于以太坊上面的 LP发明 有更高的门槛 玩的这些人是受过训练的 对不对 其实就差这么一点点 其实就差很多 你就是真的是生死 生死线 一个是赚一个是亏 还有一个就是在新的链上 我不应该拿五千刀四千五百刀去尝试 我个人应该控制风险 控制在一千刀以内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总结 好 那我今天就把我的故事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点赞和订阅 好感谢大家 Peace